所謂的NICON1是你控它在今年度做一個最新推出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是全新的 所謂的NICON1就是所謂的從無到有的一個全新設計 也因為全新設計 所以你控對於機身的大小跟鏡頭的大小 都有做所謂的一個最佳化的一個思考 所以你不會看到跟某個廠商他做的一個相機 他可能機身可以做的算小 但鏡頭仍然很大 這個是NICON1一個在整體方面來講算是比較強的地方 此外NICON有推出兩款相機 這一款是比較高階的V1 另外一款是比較低階的J1 那最大的差別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就是V1它有所謂的電子觀景窗 可以從這裡來看得到 然後它的有一個不錯的地方就是在鏡頭 一般的鏡頭可能它配的KIT鏡就是都是塑膠 可是NICON它對這個鏡頭部分 中間變焦的部分有做橡皮 讓你有更好的一個手感 此外 V1還有所謂的 熱靴是外接閃燈的 不過它沒有內建閃燈 所以你如果有在閃燈的一個需求 有這樣場合的話 你就一定要外接 那由於它是全新設計 那它的理念還是希望說是能夠比較簡化的一個操作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它的外觀跟NICON的現階段的產品線的相機的外觀不太一樣 然後介面也很單純 那如果說你要PSN這些模式的話 你可能就要競選單 才有辦法使用 沒有問題 谢谢大家